一星期一本书 你再好都没用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记得拉到文章底部 为我们点亮再看 人这一辈子离不了三人 即亲人、友人和爱人 而最重要的就是找对爱人 对于女人来说 对的人四季如春 不对的人春如四季 恰如朱药谢说 在爱情方面 女人可能是很坚强的 也可能是很懦弱的 要么是爱别人 要么是接受别人的爱 一旦陷入情网之后 就是有人命令他朝火里钻 他也会心甘情愿服从的 傻姑娘 你要记住 男人若是给不了这几样东西 对你再好也没用 大学时期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室友老钱 临近毕业时 老钱女友的毕业论文出现了问题 整个人都陷入了焦虑中 老钱便每天去女友学校陪他 晚上回来 还会和女友语音 说笑话给他听 把女友哄睡后 老钱才开始修改自己的论文 以及求职简历 室友问他 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呢 女友也没有要求老钱 必须要去陪他呀 老钱说 他压力大 我不陪着他 怕他会受不了 我现在这种安排也挺好的 放心不少 六月 老钱和女友都顺利毕业 又过了没多久 我们就收到了喜宴请帖 婚礼上 主持人问姑娘 什么时候决定要嫁给老钱的 女友深情望着老钱说 在他每天陪我改论文的时候 后来 虽然两人工作都忙 还是约好 要每天一起吃宵夜 周末一起看电影 同学聚会时 老钱总爱指着自己的肚子炫耀 这不是肉 这是幸福 我们纷纷点头硬喝 对对 都是一分一秒养出来的 网上说 感情越幸福 就越容易发胖 这就叫做幸福肥 试想 能和喜欢的人 一起开开心心的 吃好吃的 用美食 治愈所有的疲惫 再胖也会心甘情愿吧 又有谁能拒绝得了这样的发胖呢 其实 给时间 并不是要求对方 时时刻刻陪在身边 而是在真正需要他兜底的时候 他都在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比任何甜言蜜语 山盟海事 都来得更加珍贵 遇到那个 愿意花时间 花心力 陪伴你 支持你的男人 就嫁了吧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 爱情需要坦诚吗 其中一个网友回答道 我希望 我的缺点 是我告诉他的 我的优点 是他发现的 而不是我扮演了 完美的恋人 却在一顿晚餐时 让他发现了缺点 从而大呼 你这个骗子 如果爱情是一座大厦 信任做根基 那坦诚 便是最底下的那一块砖 深以为然 不由想起 之前看过的小品 劝架 大方和媳妇吵了架 闹得不可开交 朋友大聪 带着未婚妻前来劝架 结果一不小心 把大方藏私房钱的事情 抖落了出来 大方媳妇很生气 大聪赶忙转移话题道 夫妻间 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你看 我就很坦诚 然后 大聪傻乎乎的连说了三个 以前从没告诉未婚妻 现在全部坦诚讲的事情 结果可想而知 大聪的婚事黄了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品 却道出了婚姻的真调 如果夫妻间不能坦诚相待 一旦在外人面前露了馅儿 就真的成了热闹 所谓坦诚 不是抛弃隐私 而在于你想给对方 十足的安全感 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明明白白 坦露自己的心事 更会拒绝掉周遭所有的暧昧 即便是看手机这样极其私密的事 他们也毫不在乎 曾有姑娘后台留言告诉我 自己老公总会在更换新手机的第一时刻 把两人的指纹都录进去 虽然他不爱翻老公手机 却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信任与接纳 其实一个男人是否坦诚 往往看看他对手机的态度便能知晓 有的男人会毫不在意地将手机抛出来 说拿去看 而有的男人则会在你碰触手机的那一刻 竖起尖刺 抢过手机藏起来 有个笑话说 叫醒一个装睡男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 我看你手机了 一个愿意给你看手机的男人 才是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如果遇到了 请一定好好珍惜 最近你怎么这么好看 这部综艺 引发了网友讨论热潮 在其中一期节目中 丈夫想拜托好看团改造一下自己的妻子 这位丈夫的苦恼在于 原本知性健谈的妻子 自从生了娃以后 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孩子身上 变得不再爱打扮 也不愿意多和自己交流 他希望妻子能通过改造 重新变得自信美丽 懂得爱孩子的同时 也要好好爱自己 当好看团长到妻子时 所有成员都震惊了 原来 这位妻子是一位四胞胎妈妈 妻子抱怨说 自己也很爱美 可是四个孩子 使他没有时间去梳妆打扮 每天连正常吃饭睡觉 都成了一种奢望 在他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丈夫毫无知觉 根本不知道主动搭把手 在录制过程中 丈夫对妻子深情表白道 我爱你 妻子却只是摇摇头 说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这句话了 随后主持人问他 最想听到丈夫说什么 妻子的回答有点心酸 我希望是 放着我来 很多姑娘 对于婚姻的希望不过如此 但大多数丈夫 却完全不懂妻子的心 比起华而不时的 我爱你 浪漫无比的玫瑰 精心准备的大餐 妻子们更愿意听到一句 暖心且踏实的 放着 我来 真正成熟的男人 绝不会让妻子 陷入保姆式妻子 丧偶式育儿 守寡式婚姻的悲观与绝望中 终日疲乏 郁郁寡欢 他们会体谅妻子的辛苦 分担繁杂的家务 更会把那句 我爱你 落到 做饭 洗衣服 照顾孩子 打扫家务 这些琐碎的细节里 姑娘们 无论何时 你都要记住 自己值得被岁月温柔以待 值得被公主一样宠爱 深爱一个人 便会将自己的一切 交给对方 正如Ilam在歌词中 写到的那样 你若敏感 我便柔软 你若柔软 我便坚强 即使我再平凡 也会让你成为更加闪亮 生活很苦 愿你遇到那个 给你很多甜的男人 愿你在三千世界里 找到属于自己那一抹 最美的月色 勾直起誓 便是一辈子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记得给我们点亮再看 同时 欢迎大家 把文章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是主播 真大真 我依然在新疆奎屯 期待着与您的 下一次相遇 晚安啦 明镜 大家创五海 dies 渇